我是顾总一开始 最要好的闺蜜 从东城离职的班亚齐 三番五次地打我的电话 让我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 去帮她达成收购东城的计划 叶小青 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我手里的这个录音笔 里面的内容 能够证明她所说的故事 只不过是假的离谱的故事 而我所说的 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事实 小青啊 现在璀璨收购东城到了关键性的时刻 看来我们又要成为同事了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等收购结束以后 就由你来执掌东城的设计部吧 我啊 对 就是你 你是东城的老员工了 也该有出头之日了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知道一点点 现在璀璨对东城的收购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 我需要你的助攻 可是 我的能量那么小 不知道行不行呢 你那是顾兴颜的闺蜜 这在东城内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拜托你 你能不能替我们散布一个消息呢 就说顾兴颜已经和东城达成了收购意下 其余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废报 大家都听见了 如果真的按照他们所说 他们是怀着十二分的善意对待东城的 为什么会用如此下作的手段 璀璨珠宝董事长露西丽及其员工所有的言论和行为 已经对东城造成了无可避免的损失 东城将保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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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有眼光啊 怎么会这样啊 说后的完美收购呢 明康 我能 能不能不离开东城啊 找这个秘密公司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一点预感都没有 我 我刚进门的时候就跟你说我感觉不对劲了 你非说他们是什么回光返照啊 我是说这整个事情 为什么当初跟每个董事谈的时候 都是态度暧昧 现在想起来明明是在给我挖坑 而你呢 你就看着我往这个坑里面跳 我 你怎么能真往恶意揣死我呢 你掉坑里了 我是不是得跟着你拐进去 我现在怀疑你是跟东城一起在坑我的 我告诉你 东城的总经理的位置 你就不用惦记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保住你璀璨的总监的位置吧 路西丽娅 你可不可以这么干 可不可以干呢 可不可以干呢 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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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妍 欣妍 我得谢谢你 其实 刚开始的时候 你一来东城就上场 我一开始挺羡慕你的 我一直以为 我只能是那种 在路上给人鼓掌喝彩的人 没想到我现在也上场了 谢谢你给我那么多机会啊 谢谢什么呀 机会都是你自己争取的 而且 论坛现在马上就要开幕了 你真正的舞台在后头呢 科长 来 谢谢 露西丽快要到公司了啊 你不是还给她背了一道 饭后甜点的吗 对 上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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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露西 露西 你要辞职 我能力平庸 领导不力 实在无法完成你每个月的任务 还是拎请高明吧 为什么 我们不是一直合作得很好吗 以前在东城的时候 我出钱 你出设计图 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啊 我们之间的和谐时刻 也仅是那些日子的 我可以给你涨工资 我还可以给你璀璨的工分 这些 不都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对 曾经很想要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 一文不值 露西 再见 拜拜 我就知道我们会获得全胜的 现在也只是举击了 璀璨的称火打劫而已 我好希望可以在这次 JDA博士的论坛上 打开新的局面 这样对东城来说 才是真正的转机 咱们不会差吗 欣雅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经过这档的事之后啊 虽然我差点变成职务人 但是我开窍了 这儿更好用了 你当心用到不够 出院手机都办完了 你们这儿收拾好了吧 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走吧 咱们先去趟墓地 走吧 谢谢 谢谢 妈 我们来看您了 库老师 心言很出色 很像你 谢谢林一鸣哥 妈 妈 我们齐心协力 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彻底走出困境 但是我相信 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倒我们的 阿姨 您放心 我会一直支持青岩的 妈 现在论坛就要开幕了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希望 东城的设计师们 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您的在天之灵 您一定要好好保佑我们 来 咱们给老师鞠躬 嗯 您可以帮忙 你说什么 您的士兵 是 您的士兵 她们 您有什么 您的士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 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 珠宝是造物主送给我们的礼物 提醒我们 所有的璀璨光芒 都要经过时间的洗礼 与岁月的魔力 设计师将自己的生活感悟 赋予到每件作品中 消费者看到的最终呈现的作品 认可设计师的理念 找到其中的共鸣 并更努力地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这才是设计师最大的成就感 在可、此与人的想要遵守 那吗? 你大夫也没有想及过 尽管的最终员 不居然是 连过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到熟人呢 阿瑞娜 听说她离开东城之后去了国外 还拿了几个奖 兜兜转转地就又回到上海了 我们要打开销路和未来的局面 就指望着这次论坛了 阿瑞娜这是又要跟你打累的趋势啊 我们进去吧 你们在干嘛 帮她拍照 一块给司业她不看呢 不 我不看 太难看 她不看玩笑 原来这个论坛没有资格审核啊 瀕临破产的公司也难参加啊 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见你 嗯 我挺意外的 我也挺意外的 原本以为上海这座城市 应该会给你留下很痛快的故意 没想到你还有勇气再回来 东城都已经倒闭了 你们还神气着吗 阿瑞娜 我听说你在国外又获奖了 恭喜你 谢谢 看来这国外的珠宝圈 退步的可不是一惊半点啊 你们在演电视剧吗 怎么一个挖坑一个埋的 有本事 论坛上见 好 我们论坛上见 论坛上见 你怎么话里太坏了 好 谢谢 谢谢各位的光临 运会所有设计师的作品已展示完毕 下面有请四位设计师上台 接下来是工业设计师的 客游讨论时间 艾莉娜在我们当中最资深 你先来谈一谈吧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设计 我这一组戒指 主要是运用了工业几何线条的结合 又符合了现在的流行趋势 当佩戴者可以马上展示出 Modern很有个性的一面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知道 现在的设计趋势正是要凸显个性 独树一格 那么类似顾星岩设计师的灵溪和海棠花 其实都有些太繁琐了 这样反而没有办法衬托出设计本身的美感 适得其反吧 特别感谢艾莉娜的点名 看来我们的灵溪还有海棠花 的确给大家流向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东城的创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共勉 她说 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 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 珠宝是造物主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 她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所有璀璨光芒的背后 一定是经过了时间的魔力 还有岁月的洗礼 当消费者看到最终呈现的作品 理解到设计师的理念 并可以产生共鸣 然后为此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 才是最大的成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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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妍 我许你刚刚说得可好 给我说得差点哭出了 虽然秦妍说得好 但是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夸张吧 你们笑什么 我真的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段发言啊 让我觉得咱们设计师的工作 是神圣的有尊严的 秦妍 恭喜你啊 长得不错 胡总 没想到你也来到论坛 我不一直都靴间了脑袋 要挤进珠宝圈吗 我来凑凑热闹 信妍 你跟胡总慢慢聊 我们在那儿等你 好 慢慢聊 信妍 前些日子 被那个卢西丽给忽悠了 我已经跟财务说了 现在我也正式通知你 投资款不必返还 一切按照原合同伴 第三笔投资款马上到位 谢谢 别客气 好 我有个人 要给你介绍认识一下 好 胡总 这位是新风投资的大老板欧文 欧总 您好 您好 欧总对珠宝行业 也非常感兴趣 能不能拿下他 去看你的了啊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啊 谢谢 顾少计师 你刚才的一番演讲 太精彩了 我就在现场 受益医解决 谢谢 您过奖了 我听说 顾设计师在为自己的公司 凑凑资金 没错 东城需要发展 自然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主力 我呢 对珠宝行业十分地感兴趣 但是你知道 隔行如隔山 所以我就没敢轻易地涉足 但是刚才你的一番言论 彻底打断了我 这样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现在呢 有一家基金管理公司 还有一家投资公司 两天后 就是设计师的新品发布会 如果顾设计师 能有精彩的呈现 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深谈 我们双方找一个 都满意的合作方式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非常好 谢谢 那就一言为定 好 那我们到时候见 好 妈妈 这颗钻石的火彩 好像会动 一闪一闪的 像魔术一样 没错 心灵你记住了啊 钻石就跟做人一样 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和岁月的魔力 才能够放射出 夺目的光彩 懂了吗 不知道 忙成了 来 会不会是站马提立身 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觉得 等做完了还真觉得有点累 谢谢 所有的一切都是知道的 呼吸难抬 生命在重返 哎呀 我看看 太漂亮了 景妍 这将是你的代表作品之一 一定会马刀成功的 明依哥哥 有您这句话 我心里就有底了 来 我提前祝贺你 欣妍 有件事情不知道会不会让你分心 但我觉得有必要第一时间告诉你 什么事啊 璀璨珠宝的楼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聚集了大量的珠宝商们 现在我们就去采访一下他们 璀璨 您好 麻烦您简单地给我们说一下现在的情况好吗 蜕蜡销售粒子珠宝 她的退货率太高了 蜕蜡应该马上召回商家产品 还国内珠宝市场 一个干净的急增环境 这就叫陆是自己挖的 坑是自己刨的 坑是自己刨的 如果卢西丽不那么急于扩张 也就不会涨那么多投资 也就不可能去接那些根本就完成不了的对赌协议 我们要从中细许教训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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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至此所有设计师都已阐述完毕了 艺术没有高低之分,但我们的论坛却总要评出一个优胜 来奖励那些优秀的设计师,以及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的设计师 现在我宣布,获得第21届JDA Award 论坛优胜奖的设计师是 顾兴颜 恭喜,恭喜 谢谢 太棒了 下面有请顾兴颜小姐上台发言 恭喜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主办方可以把这个奖项颁给我 这不管是对于东城还是对于我来说都意义非凡 因为在这个 东城还有我 最困难的时候拿到了这个奖项 真的让我们重拾了信心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 东城未来 一定会继续 为了最广大最普通的人们也可以享受到美而奋斗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能不能耽误几分钟 因为我想借用这个平台感谢一个人 那个人他不在现场 但是我还是想要说说 感谢他的事情 谢谢 在我生命当中呢 有一个铁面大叔 这个铁面大叔啊 他拥有两张面孔 在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非常不美好 因为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就害他丢了手机 后来我进入东城以后我才发现 这个人竟然是我的老板 然后从此以后 他便开始了对我的 关照 我相信 他一定是循私报复 所以我还心想说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 我不过就是害他丢了手机而已 他就这么折磨 我简直是暴君附提 但是就像我说的 这个铁面大叔 他拥有着两张面孔 后来我才发现 他的每一个循私报复 其实都在帮助我成长 当我 当我背过身去 抱怨说 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我还能被一些 零零星星的石头 给砸到的时候 我回过头我才发现 这个人 他正张开他的双臂 护在我的面前 纵使千疮百孔了 他也没有逃离半分 是他 他告诉了我 身为一个设计师 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目标 和什么样的方向 并且一直在鼓励着我 朝这个方向前进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要感谢他 谢谢你 铁面大叔 虽然你不在现场 但是我还是想要说一句感谢 谢谢你 林毅哥哥 林总呢 他走了 他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真不让假不让 我真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 跟谁也没打招呼 对了 他让我把这交给你 哥 哥 哥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顾舍计师 祝贺你获得优胜 你的产术实在是太精彩了 好 谢谢您 这样 在我们 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啊 我先给你讲一个 我最近发现的惊喜 好啊 谢谢您的分享 我 曾经跟你说过 我还管理着一家 基金管理公司 很多年以前 有一位女士找到我们 为她刚出生的女儿 存了一大笔钱 建立了一个基金 说是用于她女儿 成年以后的生活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始终没有找到她的女儿 直到最近 我的负责人提醒我我才知道 我们一直寻找的这个叫 白希宁的女孩 就是你 而那位委托我的女士 我想 你已经猜到是谁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 那欧总 这笔基金 我是可以自由支取 任意支配吗 当然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书 我们公司有一位董事 他创建了 救治癌症儿童基金 我想把这笔资金 注入到他那儿 好 没问题 我还以为你会用这笔钱 去解东城的燃眉之急呢 嗯 投入到儿童基金里面 会更加有意义 我相信我妈妈也会支持我的决定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 谈一谈你我之间的合作好吗 好 我们之间的合作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 我们新风投资前期投入冬城 两亿美元 至于股份嘛 这样 我们可以双方讨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 这只是第一步 如果未来三年 冬城业绩十分突出 我们会动用公司所有的力量 帮助冬城寻求海外上市 你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合作的细节我们可以再考虑 但是总而言之 非常期待和新风的合作 好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各位 咱们冬城 在我们年轻漂亮的白董事长的领导下 现在已经打开了局面 是吧 大家都看见了 是吧 另外呢 昨天我们已经跟新风投资集团 签了协议 他们准备先期为我们投资 两亿美金 太棒了 那你这不太棒了 太棒了 另外呢 林毅总经理已经辞职了 下面由董事长来宣布任免决定 今董事会研究决定 我们决定任聘 叶小青 为设计部首席设计师 李明康 董事长为设计部副总监 崇飞为设计部总监 林哲为财务部总监 好 孟潇潇 孟潇 为总经理 好 好厉害 好厉害 让我们恭喜他们 继继续为他们鼓掌 好 那个董事长 你今天这种时候 是不是应该再说几句 激励人心的话 激励人心我最擅长了 最近冬城 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 都是靠着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一起熬过来的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 各位 我们继续加油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喜欢 什么小动物呀 我喜欢小猪熊 小猫熊 我喜欢骆驼鱼 我喜欢小青蛙 我喜欢小鸟 小鸟 小鸟是吗 我是玻璃鸟 玻璃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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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笑得这么开心 我真的好高兴啊 希望他们能快点康复起来 法部那边的同事说了 颜光耀被判了五年 淘了棋和马静也都绳之以法了 这一夜终于翻过去了 新的一夜终于来了 这一夜终于翻过去 小朋友们 你们刚刚来得开心吗 开心 今天天气好吗 好 那现在 我们就要布置一个任务给你们了 看到你们 面前的画板了没有 看到了 接下来我们大家就要开始画画了 下周 阿姨就要来检查你们的作品 好不好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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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数一二三 大家就开始了 一 二 三 画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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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天天 就是民康你们那部人都在办公室 是吗 对啊 那也是挺郁闷的 我 大人 对啊 我们就去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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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去看看吧 你好啊 美女 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可以试带啊 像这些都是我纯手工制作的 非常漂亮 很适合你 纯手工打造 绝对原创 手工原创绝对正版是吗 对的 这些都是我纯手工制作的 你可以试带一下 非常漂亮 我就要这个了 这个一百块 谢谢 不客气 喜欢吗 你说以后它 会不会成为现在的你 这个是胸针吗 对对呀 你看你试带一下超漂亮的 行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遇见灵异哥哥就是在这里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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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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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就是刚才街边练摊卖假手的那个 是真的 都是我手工原创的 你拿着吧 你拿着吧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些不是普通的饰品 样样都是孤品 你回去送女朋友吗 我们之间还发生了一些 小小的误会 来 来 看看这一点 看看这一点 你说这都半年了 我哥他能去哪儿啊 世界这么大 你觉得他会去哪里呢 你觉得他会去哪里呢 说曹操 曹操到 金钊 哥 你怎么这么久才上VC啊 你去哪儿了 我出来散散心 你这也太狠心了啊 这么久都不理我们 哥哥我前半生为别人活着 现在啊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活 干点我喜欢干的事 太好了 林依哥哥 你终于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 哥 你啥时候回来啊 现在还没这个打算 你们把手里的工作料理料理 过来陪我待两天吧 到这儿来散散心 好啊 对了 林依哥哥 我们三个竟然一张合影都没有 你知道吗 还真是啊 这也太不科学了 哥 要不咱现在来一张呗 好啊 你等等 你把手机借我 你好 能借一下自拍杆吗 好 没问题 谢谢 来 跟太狼一块啊 来 太狼过来 来 我们准备了 来 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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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二 三 签子 好嘞 等你们消息啊 一 三 冩手 你 这 光 的方向 你 五 天 天 三 去 的 清 了 你 这 光 oh 你 这 光 yeah Zither Harp